好,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 在金融行业建设云园生影师计算平台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普发银行 总行信息科技部数据技术团队的金英阳 那今天和我一同参与分享的 还有来自我们团队的数据公乐城 数据工程师,公乐城博士 那么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在CripCon 这样一个场合下为大家分享普发银行 在建设我们自己的云园生影师计算平台中的 一些心路历程和经验 那现在就让我们正式地进入到此次的话题当中 那近年来呢,数字化转型 已经成为了金融业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像大数据,人工智能,隐私计算等等 这些新兴技术在传统金融行业当中的一个应用 是切实地推动了我们传统的金融业 从数据和信息驱动 迈向更加智能化和精细化的一个数据金融服务 那么比如说啊 从数据的金融服务效率提升方面 通过数据驱动呢 我们作为金融机构就可以更好的去理解到用户的需求 去优化我们产品的设计 提高服务质量 那同时呢,数据分析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实现更加自动化 智能化的业务流程 达到降低运营成本和提升服务效率的作用 那么在风险控制的层面呢 借助大数据技术 我们金融机构就可以收集和分析用户的行为数据啊 财务数据啊等等这些 从而能够更准确的去评估客户的一些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 那这有助于我们去制定更为科学和合理的风险管理的策略 降低坏账率 提高服务的质量 那同时呢 在智能服务的推荐领域 通过对客户的一些数据的深入挖掘和分析 我们可以做到更深入和更全面的去了解客户的消费习惯 兴趣爱好等等 那从而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加个性化和更精准的金融产品服务 那最后呢 利用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等的这些先进技术 数据驱动金融服务 可以帮助我们去发掘潜在的市场的需求和商业的机会 从而能够使新产品的研发 业务模式的创新 提供一个精准的数据支持 实现金融业务的创新发展 那么在整体的一个数据驱动金融服务的背景下 我们普发银行呢 也积极地沉淀了包括AIBI在内的等等各种数据智能和业务共享的一些能力 去构建我行自由的一个数据驱动的金融服务体系 那首先呢 在平台层我们集成了包括存储引擎 计算引擎 调度监控和云原声等等的这些先进技术 那同时呢 在数据层 我们是聚合了交易数据 行为数据 批量数据 实施数据 结构化数据 非结构化数据 图数据和流数据等等的一些大数据 去提供海量的大数据分析支撑 那在这些底层技术资源和数据的支撑的基础之上呢 我们进而去输出了智能营销 风控 洞察 交互 决策等等的人工智能产品 从而实现全行的数据化经营和各个条线的协同发展 一同去打造我们互惠共赢的一个数字生态 那上面呢 简单介绍了我行数据驱动金融服务的整体的一个体系背景 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 随着我们数据计算应用的逐步扩大和国家在政策上面 对于数据流通 它的要求日益趋延 那我们对于数字隐私保护的需求呢 也就越发的旺盛 2021年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出台 明确了数据在流通过程中要维护国家数据安全 保护个人信息和企业商业信息秘密的相关一些要求 那与此同时呢 在2022年1月的开始 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利用好数据资产的相关规划和意见 那我们知道隐私计算是一种平衡数据利用和安全保护的技术 它在保护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呢 打破了各方的数据孤岛 从而实现数据的一个高效流通 那因此 在当下这种号召建设数据经济 同时响应数据安全监管要求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呢 隐私计算技术就恰恰成为了破解数据安全合规需求的一个关键路径 那隐私计算呢 在概念上面 它包括整个的计算 以及一些必要交互过程中的中间数据和结果的隐私保护 那这里我们可以利用加密等等这些密码学的技术进行逻辑上的保护 对于隐私保护 隐私计算呢 它既包括了对计算过程的隐私保护 也包括了对计算结果的隐私保护 那对于计算过程的隐私保护呢 是保障多方安全计算过程全程的一个数据的安全性和私密性 那么在计算结果上面呢 保障了它的计算结果不去泄露其结果蕴含信息之外的任何其他的信息 同时也确保了非结果拥有方 也没有办法去获取别人的计算结果 那因此我们说隐私计算是实现了对计算的正确性 保密性和完整性的保护 那目前呢 基于加密等等密码学技术的隐私计算技术 大概可以分为两种模式 第一种呢 是以差分隐私 然后联邦学习为代表的一个客户端和服务端 连同计算的一种模式 那么另一种呢 是以多方安全计算 全同代加密为代表的不通过服务器实现客户端之间的 协同计算的一种去中心化的计算模式 那其实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呢 隐私计算它是涉及到了多种的密码学技术 然后各种技术从算法到通讯架构也互不相同 那隐私计算平台是需要能够做到 兼容不同的隐私计算技术与算法的 那么一会呢 我们在后面也会详细地再去展开一些相关的技术实现 上面呢 是简要地介绍了一下 隐私计算技术的基本概念 那么隐私计算技术 对我们银行业又有哪些价值呢 那在这里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呢 是数据的高保密性 当前我们金融科技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 就是能够保证银行业数据不出域的一个高度保密性 使数据呢 可以在合规的前提下去自由地流动 然后并且保证数据的使用是符合监管要求的 那么隐私计算呢 它就通过比如说对称加密 非对称加密 哈希函数这些安全的加密算法 使我们可以保证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当中的安全性 那同时呢 通过应用多方的安全计算等等的隐私计算技术 对数据进行分布式的计算 是可以确保我们整个计算过程当中数据不出域 那第二呢 是安全共享 隐私计算呢 是一种在保证数据安全和隐私的前提下 去实现数据在各个参与方之间加密传输和流通的技术 那通过隐私计算 我们可以在不泄露原始数据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和其他的金融机构 互联网企业 政府机构等等不同的这些数据员 去进行数据的共享 实现数据的一个合规流动 那最后是精准决策 通过多方数据的隐私计算的融合 各个数据员的数据特征和数据质量 都可以得到提升 那从而就可以进行更加高效 和更加精准的数据分析和预测 那因此呢 在调研了解到隐私计算技术 对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行业的巨大作用之后呢 我们普发银行也开始着手建设 符合银行业标准的一个隐私计算平台 那我们认为呢 普发银行的隐私计算平台 在功能上需要做到 能够去连接各方的数据 串联起行内外的各类的业务场景 那同时呢 提供对外的数据合作连接的支撑 去打造跨机构的互联互通的一个共享数据生态 那首先呢 在数据价值的融合上面呢 我们需要做到数据的实时融合 多模式分析 跨机构共享 还有数据的国密标准的自动加密 那在资产的精确估值上 我们需要做到资产的确权跟踪 分类登记 实现资产的自动估值 并且呢 能够对资产的调用进行监控和分析 在场景的灵活串联上面 我们需要能够做到沉淀优秀案例 提供高频通用模板 实现多个场景的串联执行 满足灵活的各类 灵活的去满足各类的需求目标 最后在机构的统一管理上呢 我们需要能够保证各个机构的统一接入 支持各方的机构对接 并且提供一些项目权限分配 项目资源统筹等等的这些机构管理功能 然后是在共享生态的打造上 首先呢 我们是要确保全域数据的一个合规的调用 那同时呢 也去支持多元机构的便捷扩展 从而能够实现数据价值输出 以及各方合作的一个互利共赢 那基于之前所述的这些隐私计算的技术 在结合普发银行自身 对于数据合作和数据安全的一些需求 那么从2021年起呢 我行建设了适用于进入行业的 波赛东隐私计算产品 为进入行业 互联网的行业 以及各类实体的产业 去提供便捷安全和有效的数据应用通道 提升各行业的数据精英化能力 那么目前呢 我们平台具备了丰富的隐私计算技术 去适配不同的隐私计算场景 包括用于目标客群精准匹配 以及隐私计算安全取回的隐私求交功能 用于潜在高价值客户挖掘 以及多方风险联合识别的联邦建模功能 用于目标客群联合分析 以及客户画像联合构建的联合分析功能 以及用于数据标签的实时查询 以及数据标签核验的逆终查询功能 那么目前我们波赛东隐私计算平台 也已经通过了信通院 CFCA BCTC等等 多家传媒机构 关于隐私计算产品的评测与认证 同时呢 我们内外部的多个合作案例 也荣获了行内多个奖项 那截至目前 我们波赛东隐私计算产品 已经受到50余家互联网通信运营商 以及实体企业的认可 并且开展相互的合作项目 那么以上呢 我们为大家介绍了 我行波赛东隐私计算产品的 一个整体的建设背景和思路 下面就将由我们团队的 功乐程博士 为大家详细地展开 我们平台的整体架构 和一些技术细节 有请公布 大家好 我是来自普发银行 总行信息科技部的 数据工程师 龚乐程 接下来由我来介绍一下 普发银行云延伸 隐私计算平台的 一个基础架构 正如前面金老师所言 银行隐私计算平台 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同时 实现了数据共享 但是呢 建设一个安全稳定高效的 隐私计算平台 也面临着诸多的难点和挑战 在波塞东隐私计算平台建设之初呢 我们调研了业界的各种开源解决方案 发现了以下建设问题与难点 第一呢 就是算力利用率问题 隐私计算中呢 是涉及到数据的加密和解密过程 包括安全计算 还有联邦建模 都需要大量的算力 并且隐私计算设计大量的数据交互过程 单任务这个计算时间长 如果单任务长时间占用算力资源 但实际算力资源消耗不高的话 会导致算力资源严重浪费 第二呢 是存储运为成本问题 隐私计算中呢 会涉及大量大规模数据的读取与存储 需要同时满足高性能与高可用的要求 然而现在目前主流的隐私计算的 这个开源方案没有对此类问题 进行一个妥善的解决 第三呢 是数据安全问题 进行隐私计算的数据集 往往涉及商业秘密 需要实现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 银行在开发算法时呢 会将一些算法开发工作 外包给专业的AI公司 因此平台需要保证外部的算法工程师 无法接触到与 他开发算法无关的一些数据集的使用 第四呢 是资源隔离问题 隐私计算平台需要为不同用户 提供独立的计算资源 确保用户的计算任务 不会受到其他用户的影响 这需要平台对计算资源 进行一个动态的分配和调度 同时采用虚拟化的技术 来保证计算资源的一个可靠隔离 第五呢 是监控缺失问题 由于隐私计算任务的这个运行时间长 隐私计算平台需要保证系统稳定性 确保计算任务的正常进行 监控的缺失可能会导致系统故障 性能下降等问题 影响用户体验 然而目前开源的隐私计算框架 也不具备性能监控的功能 第六呢是算法异构性问题 正如前面所言 隐私计算的算法非常众多 并且各类算法的通讯架构 算法运行环境 还有平台的这个运行环境 都是异构的 单就隐私计算平台单一的运行环境 和网络架构的话 是无法满足多种隐私计算技术 同时运行的一个需求 基于上述的困难与挑战 普发银行在2021年 基于开源的FET联邦学习框架 建设了普发银行 隐私计算平台的基础架构 该架构如图分为四大模块 分别为作业调度与算法运行模块 分布式计算与存储模块 网络通讯模块以及监控模块 在该架构中 每个隐私计算作业会被拆分成 若干个隐私计算的算法任务 每个算法任务 是常驻的算法运行port中的一个线程 由AAPI Server调度器实现 算法任务及隐私计算作业的调度 每个算法运行时 都通过FET框架中的 Agro分布式计算框架 进行一个计算 通过调度区 与分布式计算引擎的集成 这个框架解决了算力 利用率不高的问题 此外我们还通过NAS挂载 分布式计算 引擎存储的方式 解决了隐私计算过程中 存储的高可用问题 最后通过在整个框架中集成 普罗比修斯与Graph 实现了平台运行性能的部分监控 可以看到整个基础框架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隐私计算平台的云延生化 然而可以看到 隐私计算平台的初期建设 依然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我前面说到的算法兼容问题 隐私计算是涉及到全同代加密 不建议传输 插分隐私 联邦学习等多种 议构算法的 不同算法可能是由 不同的算法供应商提供的 后端的运行的分布式框架 算法所需的运行环境 都是议构的 但之前我们所提到的架构中 算法运行于一个常驻的算法 运行Port中 只能运行单一的隐私计算算法 难以满足算法兼容互通的需求 第二是数据存储问题 隐私计算中要求数据访问 需要高吞吐和低延时 来保证整个隐私计算的效率 但初期我们挂载NAS存储的方式 虽然能一定程度上满足高可用的需求 但是需要很高的内部网络带宽 才能满足高吞吐低延时的存储需求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云原生的存储解决方案 同时实现计算存储的高可用与高性能 第三是架构结偶问题 可以看到之前的平台的隐私计算作业调度层 网络通讯层 分布式计算框架层以及存储层 没有完全结偶 一来分布式计算层与存储层的偶核设计 不利于未来计算与存储资源的扩容 二来每个算法运行时是常住POD中的一个线程 无法实现对单个算法运行的准确的资源监控 同时作业调度层与算法运行层的高度偶核 无法实现对其他隐私计算算法的兼容 因此我们需要将各层面完全解偶 实现平台的完全云原生化 针对初期隐私计算平台建设的问题 我们重新构建了云原生化的隐私计算平台 如图所示 平台共分为六大模块 分别为工作流编排与解析 作业控制与调度 任务运行时 网络通讯分布式计算架构 以及存储层 每个模块我们都针对云原生做了对应的设计 在工作流编排与解析模块 我们使用Cubeflow 实现工作流中每个隐私计算任务上下游关系 基础运行镜像以及参数的自动解析 从而实现算法易构兼容 在作业控制与调度模块 我们使用Vocano 实现各算法容器调度运行于易构的分布式计算框架中 以及算力的高效利用 在网络通讯模块 我们使用Invoi 轻松实现路由管理与网络通讯安全认证 最后在存储模块 我们使用Paris 确保平台存储的高性能与高可用 下面我将从云原生调度 云原生存储以及云原生网关三个方面 详细描述各云生组件在隐私计算平台中的作用 首先是云原生调度 Cubeflow plusVocano 可以从图上可以看到 一个隐私计算作业可以被定义为成一个工作流 其中每一个节点可以被称作隐私计算算法组件 每个组件会处理不同的算法功能逻辑 比如说图中的数据预处理 特征工程 数据求交 数据建模等 每个组件使用的隐私计算算法不同 因此组件都会以Dock镜像方式被打包 以容器方式运行 通过引入Cubeflow Pipelines 平台用户就可以自由地构建隐私计算工作流 Cubeflow Pipelines将隐私计算工作流中的依赖关系与参数 自动解析为对应POD的压文件 从而为用户提供一个屏蔽K8S底层的 高效简易的原生操作 此外呢 由于每个隐私计算算法是由Dock镜像进行分装的 同一工作流中就可以编排不同算法 提供商提供的隐私计算算法 从而实现了算法兼容 在Pipelines解析完成后呢 所有算法组件会交由Vocano进行作业的控制与调度 Vocano呢 是一个基于Kubernetes构建的增强型高性能计算任务批处理系统 在原生Kubernetes能力的基础上呢 它增强了计算任务的批量创建和生命周期管理 公平共享 Pingback调度等方面 我们借助Vocano呢 可以利用多种调度策略实现平台算力的充分利用 提高整个平台的运行效率 第二部分呢 是云原生存储Paris 针对隐私计算存储高性能与高可用的要求呢 我们使用Paris来进行云原生存储挂载管理 首先介绍一下Paris项目 Paris Data Store呢 云原生存储项目是由普发银行 上海道客和奥地利林比特公司共同发起的开源项目 致力于在Kubernetes框架下实现完善的本地券存储服务 Paris呢 使用云原生架构部署在Kubernetes上 实现了全套的Kubernetes CSI存储架构 聚合节点内的存储介质 提供企业级存储特性服务有状态应用 例如存储池 高可用的多副本 智能调度以及快速故障迁移等 Paris的后端呢 是基于DRBD和LVM等快存储技术 Io路径短 而且没有数据的结构转换 所以相较于之前初始的平台架构中挂载NAS文件存储的方式 Paris有低延迟高吞吐以及高并发的优势 能显著的缩短隐私计算中数据上传 数据求交以及模型训练所需的时间 右图呢 是分别是这个原先NAS NFS挂载分布式存储 以及Paris双副本挂载两种方式在相同条件下的性能比较图 可以看到在进行隐私计算联邦学习任务时 各环节使用Paris双副本挂载后 所需的时间呢都下降了50%左右 此外呢Paris是和Kubernetes高度偶合的 并且实现了节点清合性 并且实现了节点清合性 基于本地卷的副本高可用 以及基于Kubernetes API的故障切换和迁移 因此它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平台的存储高可用需求 最后呢是云原生网关Invoi 左图是目前波赛东隐私计算平台的通讯架构 可以看到平台中所有的隐私计算任务 都会通过Invoi与外部机构进行通讯与数据交互 我们选择Invoi作为平台的云原生网关 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由于隐私计算涉及到多个机构之间的数据合作 因此平台需要进行多机构的路由管理 并且多个隐私计算算法模块在进行计算任务时 涉及到服务的动态暴露 Invoi的XDS API可以轻松地对路由进行一个动态设置和修改 以满足不断变化的路由管理需求 并且不需要重新加载进程 此外呢隐私计算平台不同算法设计的机构间通讯协议不同 Invoi对多种通讯协议 诸如HTD1.0 HTD2.0 GRPC等的支持 可以满足整个平台对于网络通讯层的统一管控 最后呢隐私计算对于机构间通讯的安全性要求极高 身份验证和授权是隐私计算的必经步骤 Invoi对双向TOS All Awesome 2.0 tokens的支持可以为平台安全性提供一个保障 以上便是普发银行整个云延伸隐私计算平台的总体介绍 对未来隐私计算平台的进一步建设我们也有以下创想 首先呢是GPU资源的云延伸 目前的隐私计算基本集中于CPU与内存资源的使用于调度 然而目前大模型的涌现使我们看到了大模型和隐私计算结合的可能性 在探索大模型与隐私计算结合的过程中呢 未来隐私计算平台必然会涉及到GPU资源的云延伸调度 目前GPU营业生调度业界也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方案 如何将这些方案与隐私计算结合将是未来一个比较关键的建设与研究方向 第二呢是边缘计算 我们看到现在5G的补给智能设备及终端带来了爆炸适当数据增长 而这些终端上的数据在未来也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的隐私计算架构显然还无法满足在边缘端部署与应用的要求 如何设计一套满足边缘计算要求的架构 也是未来的建设与研究方向之一 最后呢是serverless架构 目前的隐私计算平台架构很显然是比较笨重的 难以在这个基础IT设施较为薄弱的机构中进行一个推广 我们正在考虑后续设计更轻量化 成本更低 面向应用本身的serverless隐私计算架构 从而拓宽数据合作渠道 更好的赋能业务 以上就是本次分享的所有内容 感谢大家的聆听 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举手 我会做一次解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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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我这边应该有两个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是因为隐私上是涉及到多方的调度 您刚刚讲的是可能一个单方内部 我可能用Cubeflow加Vocano去调度 那跨机构之间这个调度是怎么完成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隐私上它涉及到多方 那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它的可观测性怎么去做 因为不只有我本方的节点 还有其他方的节点 尤其是当参与方多了之后 可能任一个节点它出故障的概率都可能会变高 那么在可观测性这一块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就是这两个问题 好的 谢谢 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多方的调度 现在整个Cubeflow加Vocano 是运用于整个普发银行这个作业调度 而关于到多方的调度 其实是对方有一个对等的一样跟我们的一个平台 然后它这个我们在进行多方调度的时候 会存储一些对方的一些这个作业的运行信息或者设计的信息 然后由一个多方的调度器进行一个统统一的调度 然后本方就是由Cubeflow加Vocano进行一个本地的调度 而多方是由一个统一的多方的调度器进行一个总体的调度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问题 就是因为涉及到 隐私计算涉及到多方的一个节点的互通 如果对方节点出了一些故障 我们其实现在按照目前的技术是无法观测到的 也是我们接下来去希望能进一步研究的一个方向 这就是对上面两个问题的回答 谢谢 你好 特别感谢你的分享 就是我问问题 我看咱们前面架构图里边有一块是画了Rain的 我想了解一下Rain咱们用在咱们隐私计算的什么场景 然后Rain有没有和底层的云渊生体系 包括Pureus有一些联动 好的 我们现在Rain是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 每个隐私计算的算法是由不同的算法提供商提供的 有些算法提供商有可能后端的分布式计算框架就是Rain 那么我们为了兼容它这种算法就要对接后端的Rain的分布式计算框架 因此Rain是在整个隐私计算框架中起到这个作用 而Rain当中的涉及到一些数据存储 我们是用Pureus进行挂载的 然后也能保证整个Rain计算极群的一个高可用高高性能 咱们有实现像Cubeflow和Rain的联动吗 现在整个Cubeflow加上Vocano的一个调度 现在还是一个实施试验期间 然后应该会做进一步的调试 目前只是一个基于Cubeflow加Vocano加Spark的一个调调度的实现 OK 好 谢谢 好的 我问一下 咱们现在隐私计算里面那个Fit 就是咱们用了Agro 对的 后面Fit的咱们的引入是有什么想法吗 还有另外一个像现在加密里面你的数据会放大 计算量会放大很多 咱们现在这个计算里面 你用原来的CPU计算的时候 你的放大的这种数据级的比例关系 和原来参数关系模型 您会有什么参考吗 首先是关于Fit的考虑 Fit在我们最初期的版本里面是用的Agro的计算框架 而Fit在后续其实已经推出了 基于Spark分布式计算框架的一个版本 所以后续我们直接使用Spark分布式计算框架的Fit版本 来做进一步生产验证 而对于数据量放大的问题 其实初期我们用Fit计算框架的时候 发现单一数据会放大10倍左右 然后所以更需要这种高数据量更需要一个高吞吐量和高性能 高可用的一个存储引擎 所以我们才放弃了原来NAS挂载的方式 而转变为现在Press进行一个分布式存储挂载的方式 这样能更好地保证一个建模的效果以及效率 之前NAS挂载因为数据量太大 它会导致某些任务运行过久 或者我的存储飘移了 然后就会导致任务失败 而计算成本是业务人员无法接受的 所以我们就改变了这个数据挂载的方式 那我多问一下 就是那后面那个消费的安排出来之后 因为你是一辆从32倍 到28倍 那这个比例可能就是10倍了 可能会到100%这样 那小费的这个方价可以吗 目前衡量下来还是OK的 只不过就是我最后所言的 这个整个与大模型的一个隐私计算和大模型的结合 是我们未来正在努力和研究的一个方向 所以还要继续的验证和考量 好 谢谢 喂 你好 我想问一个基础问题 就是咱们那个数据质量 这边是怎么用什么功率去管理的 包括和那个多方那个原数据可能都是不一致的 就这块有什么好的经验吗 谢谢 首先普发银行的数据质量是有一个专业的数据治理团队 然后保证这个数据质量的稳定 对于合作机构的数据质量来言 我们其实无法进行一步的对他们有所要求 但是在线下沟通的时候会让他们尽量保证数据质量 或者我们提供一些标准化的数据抽取的脚本 让他们符合我们数据质量要求 只能这么做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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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